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上一集我大字介绍了一下痛风的形成原因以及痛风的症状 如果大家对第一集有兴趣的话 在这个上面我会有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今天我最主要想谈一谈 如何预防痛风或者说如何预防痛风的反复发作 一般治疗痛风有两个重要部分 一个就是在饮食上面的控制 第二个就是使用药物 对于有些患者来说的 单纯的饮食控制可能无法达到他们预想的目标 所以必须使用药物 对于药物在下一集我会做详细的说明 今天我最主要是谈一谈在生活习惯上面的改变 如何去预防痛风的发生 当你在注意自己的饮食的时候 第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要喝水 对于痛风患者来说的话 我认为多喝水比任何一种措施 都更加有效 因为上一集我说的很清楚 痛风是由于尿酸的结晶而形成的 而尿酸这个东西是可以从尿液里面排出的 当我们有足够的水排除这些尿酸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面的尿酸的量就会大大减少 从而可以预防痛风 对于一般普通的患者也就是说没有在发作期的患者 我们建议每天至少要喝两升的水 而且是不是那种有酒精有糖的水 不是喝酒也并不是喝像可口可乐这种饮料 最好的是清水 如果在痛风发作期的患者 喝水的量要增加到每天四升 其中要有两升必须是清水 这样才能有利于尿酸的排出 第二个关键就是要减肥 我们发现体重重的人患痛风的概率就会增加 也和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 所以在减肥的过程当中 在使用减肥餐的时候 也同时减少了食物中的飘零 这也可以预防痛风的发作 那么在饮食上面 每个地方 每个民族 他们的饮食习惯都不一样 所以西方的痛风食谱 不一定适合我们中国人 中国的不同地区的人 他们的主要的食物不一样 所以说没有一个千篇一律的痛风的食谱 大家最主要的 就是要从自己的食物当中 要了解哪一些是飘零高的 哪一些是飘零低的 但是这个也并不是绝对的 今天我最主要总结一下 一些比较常见的 大家要尽量的可以多吃或者尽量避免 第一个要避免的就是不要喝酒 不管是啤酒还是烈酒都尽量要避免 为什么经常大家说要尽量少喝啤酒 因为一般的啤酒里面的酒精含量比较低 大家喝的时候喝的量比较大 我们有研究发现喝完啤酒之后 人血液里面的尿酸的含量 有可能会增加6%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值了 但是并不是其他酒可以喝 烈酒也有同样的效果 只是一般喝烈酒的时候 喝的量相对比较少 所以大家感觉上面没有这么敏感 第二个要少喝含糖的饮料 就像可口可乐那种饮料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喜欢喝的那种奶茶 它里面糖分含量太高 而糖分分解之后 就在体内会产生比较高的尿酸 接下去那个是绝对需要避免的 就是动物的内脏 这些不但脂肪含量高 而且飘零含量非常高 吃肉尽量要避免红肉 就是含有高脂肪的肉类 最后就是海鲜 海鲜并不是所有的海鲜都要忌讳 大家也是一样要忌讳 飘零比较高的海鲜 比如贝壳类 大家可以吃的 喝的方面尽量多喝牛奶 有研究发现 牛奶有降低体内尿酸的作用 特别是低脂牛奶 因为刚才我说了 尽量要避免高脂肪的食物 所以痛风患者尽量使用低脂牛奶 实验也发现 咖啡和茶 在不加糖的情况 有帮助痛风患者的作用 吃肉蛋白质是需要的 蛋白不要从红肉里面 尽量要从瘦肉和豆类里面 得到蛋白 这是最好的 最近我看了一个短视频 中文的 他说很多蔬菜里面的飘零很高 大家要避免 其实这个信息是错误的 很多研究就发现 富含飘零的蔬菜 并不会增加体内的尿酸 具体的原因不是很清楚 但是基本上医生们都告诉大家 可以吃蔬菜 不要避开那些富含飘零的蔬菜 没有必要 但是就像我过去做的视频一样 人类的食物必须要有均衡 对我们绝对不要避开富含飘零的蔬菜 但是我们在蔬菜的选择上面 可以多样化 飘零高的 飘零低的 不同颜色的蔬菜 我们都要吃 这样才有利我们的健康 最后就是海鲜 刚才我说了 飘零高的海鲜是贝壳类 但是海鱼里面富含 奥米加3 大部分的海鱼 它的飘零含量并不高 它属于中等的飘零含量 完全是可以吃 但是再三强调 任何一样东西都要适量 不要听到某一样东西好 就完全的盯着一样东西上 这个没有必要 只有当我们比较均衡的饮食 适当的避开一些飘零高的食物 才对我们有非常好的健康作用 我们最怕的就是有人去吃宵夜 拿了一大杯啤酒 要了很多的贝壳类海鲜 和几个朋友一起吃上几个小时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造成了一个极高飘零的食物群 这个往往是造成痛风发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最后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就是维生素C 研究发现每天服用500毫克的维生素C 可以降低12%的痛风概率 上一次有些人问过我 他说我看过 维生素C的每天的建议量是50毫克 500毫克是不是太多 那么我告诉大家 建议的我们叫做是每天的最低量 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 维持我们身体的基本的机能 我们每天需要50毫克的维生素C 但是在于治疗或者说预防其他疾病的时候 这个量完全是可以高 维生素C每天的最高量 对于一个成人来说的话 是2000毫克也就是两克 当然使用维生素C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注意 如果你有胃溃疡或者胃部的不好的问题 那么这个维生素C是有一定酸性的 可能对你胃部造成刺激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可以服用维生素C的话 那么建议和自己的医生进行一些讨论 那么也有人问 维生素C 我听说橘子里面有很多维生素C 我用吃橘子代替吃药 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 但是一个橘子里面的维生素C的量 根据大小不一样 大概是在50毫克到75毫克之间 也就是说你如果需要吃500毫克的维生素C的话 你一天大概需要吃6到10个橘子 如果你可以这样吃的话 那么当然完全不需要吃维生素C的药片 好了 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再三强调 对于痛风的预防 最主要的就是要多到饮食的均衡 尽量避免一些飘零高的食物 多喝水 服用维生素C 最后祝大家都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